一包包黑色垃圾袋堆得满满满 以为是有人乱丢垃圾袋口还没有绑好 但走进一看里头的东西怎么怪怪的 墨绿色包装看起来像是饼干 没想到竟然是军用野战口粮 数量还不少 打开另外一包垃圾袋又出现咖啡能量棒 地点就在澎湖马公第三渔港 到底为何军粮会被随意丢弃 原来这些都是来自澎湖的二级里岛胡锦宇 岛上族军胡锦联把去年9月过期的口粮 唯一规定分类回收 只有黑色垃圾袋打包 就透过垃圾载运船送上马公 对到马桶旁等垃圾车收走 外界质疑这些口粮是不是扣而未发 最后才会放到过期 本署单位为依规定堆层及分类处理 本部将检讨噪音及输责 持续加强教育所属 依国军梁末补给规定办理 以发挥口粮最大效益 澎湖防卫司令部表示 军方已经派人前往垃圾分类场 将口粮取回 后续将会检讨究责 记者王志文 言语龙 曹文宁 澎湖报道